今天說中文反映是學校那個老師爸的小朋友是 是多久了啊? 差不多半年多 國中三年級上學期 聽你說你剛開始你兒子 現在有點叛逆 那一二年級的時候完全是沒有當想過的 自從那件事情就變叛逆了 對 開招逢額手術 當天學校就馬上叫做生日 那邊剛一直狂流血 流血不止 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那時候在要縫合在那邊等的時候 我問我兒子 我兒子就告訴我說 他留著眼淚告訴我說 他不想要再去讀書 他會怕 他有陰影 他也怕老師會報復 但是校長態度很硬 就是說不能轉班 沒有辦法轉班 我兒子現在怕 有時候常常會出現自己制裁 就是關在房間然後拉頭髮 對 創傷 創傷那個 我不知道 但是他已經變了一個人 對 他不愛說話 然後就是都會自己去拉他的頭髮 學校那邊就是小師畫我 然後還有帶那個社會人士啊 那個刺青 整身都刺青的啊 我們會怕啊 所以我們不敢張揚 他還叫我說 要求我要寫信息結束 然後就是 來這裡啊 對 然後我這裡才我家 然後叫我兒子寫信息結束 啊因為我是個單身嗎 那我就不懂這個啊 因為他 口氣也不好啊 所以我也會怕 所以一直我就不敢這樣 我問他說 為什麼我要寫信息結束 今天受傷是我兒子 為什麼要寫信息結束 他有大受傷嗎 他口氣不是很好 我只剩我兒子而已 那現在國三呢 就是要畢業啦 對啊 那前一陣子 就是學校方面也是 跟我說 問我說要不要轉 叫我考慮要不要轉學 那他是不是因為法律 就是舉過了 他現在覺得 我覺得他一開始是 態度是有的 但是後來就是 就是不問不問 甚至就是就是 我兒子現在變成這樣子 他就是一直就是 說我兒子就是本身就有問題 我只希望就是能幫我兒子 就是一個公道 就是一個公道 我方不問 想問你 如果你不問我 那些公道 你也可以說 可謂 你答案 你答案